秦宫剪辑时期的流影 有1929年邓小平和张云义 维发群等领导发动摆设起义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时的流影 有1937年邓小平和部分红军政治工作干部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流影 照片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 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历史场面 有邓小平和朱德等率领八路军主力部队 东渡黄河开曝抗日前进 邓小平向禁忌鲁裕业战军 做关于开展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动员报告 邓小平与肃裕 刘伯成 陈毅 陈振宁等 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同志在一起 照片还在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1963年7月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前往莫斯科 从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到首都机场观送 1964年7月16号 他视察大庆牛田 1972年他和夫人卓林 在江西新建县望城港 1974年4月 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阐述毛泽东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74年底 毛泽东和他亲切握手时的情景 这是中央才报道的 2月21号上午 中国桥连中华台湾同胞联议会分别在北京 提倡的就是民主与法治建设 这么一个大的宏大的理论的基础 中华律协部会长高宗泽律师说 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法律建设方面的论述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促进了 就是我们国家做到以法治国 是我们国家 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理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两天来北京市民纷纷到书店购买有关邓小平的著作 画册画像 以及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录像带 以缅怀邓小平的分工伪迹 北京市新华书店的各个书店都设立了专门的柜台 准备了近100种有关邓小平的图书 供读者选购 这位读者告诉记者 他要多买几套介绍邓小平的书留作纪念 当邓小平同志逝世消息传出仅几小时后 人民美术出版社就接到了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 纷纷要求提供邓小平同志影响 经过连夜的努力 今天一早邓小平同志的放大彩色照片 已送到印刷厂开始制版 承担印制任务的人民美术印刷厂 也抽掉了最优秀的技术力量进行制版 目前正在加班加点的紧张感知 到今天下午19点 第一批一项已经印出 将从明天开始发往全国各地 邓小平逝世后 中国驻美使领馆留学生 当地华人华侨 以及美国各界纷纷举行活动悼念邓小平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 为悼念邓小平逝世 20号下半期之哀 当天大厦前不悬挂会员国国旗 中国驻美大使馆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纽约总领馆等下半期之哀 身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到我国驻美机构悼念邓小平 寄托他们的哀思 他们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强大起来 使海外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美国各界20号在纽约集会 悼念邓小平逝世 美国代理国务卿塔尔诺夫 前国务卿基辛格万斯飞和 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玉等 在发言中说 邓小平是本世纪世界伟人之一 他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是中央台驻美国记者报道的 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欧洲后 中国驻欧洲外交人员 华侨和留学生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大家用各种方式深切 缅怀和悼念邓小平同志 请看本台记者从比利时发回的报道 从二十号起中国驻欧洲各国的使领馆 纷纷下半期之爱 使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 尊严 安全和稳定 他特别强调 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稳定压倒一切 他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所制定的路线 方针 政策是正确的 在中国的领导下 经济建设卓有行销 我们很愿意扩大在中国的义务市场 魏麦克先生还特有感触地说 22年前 当我们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每周只有一个航班 机型也只有老式的DC8 而现在我们已将机型一律换成了波音747 航班也由过去的一班增加到了现在的每周三班 而且班班满源 经济效益逐年上升 欧洲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卢罗福先生今天表示 空中客车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充满自信 他说 中国现在的领导对如何管理中国的经济十分清楚 各方面的增长依然很快 邓小平开创的道路将会安全坚定地进入21世纪 卢罗福说 空客近年来已与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合作 现在已有30多架空中客车 在北京 西北 东方等强空公司投入飞行 近两年还将有35架交换使用 现在贵州 西安 沈阳等地已开始为空客生产飞机零部件 另外还有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正在计划之中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先华站消息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20号在香港表示 中央对特区第一届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过程 显示中央对港人充分信任 他表示 有信心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保持密切合作 国务院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 23位主要官员的任命之后 获任命的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 工业车指挥部的副指挥长参与陪同 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的亲切教会 当小平同志趋势的消息传来 李道玉说 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中的关键问题 上海公报签署后 美国历届行政当局重申只有一个中国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 我不希望任何国家插手台湾问题 这是中央台驻美国记者报道的 近日随期海内外有传言说 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因此中国一年一度在7月初进行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将提前到6月份举行 问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国家教委学生司司长王志昌说 这下的一些传言是没有根据的 先国家教委没有做出 今年高考时间要提前这样的决定 因为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的话 一是很胜定的 因为它牵涉到那个中学的教学的计划 和教学的进度 同时也对我们整个考试工作 录取工作的时间的案板 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王志昌司长还说 1997年7月1号香港将回归祖国 但是我们对港澳学生 报考内地大学的政策不会改变 仍然是采取单独命题 单独考试的办法 录取标准也不会变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年中国的1000多所高等学校 将全部实行收费制 1996年中国有660多所大学实行收费制以后 中国国家教委决定1997年中国所有高等院校 要全部实行收费制 在谈到收费标准时 王志昌司长说 国家教育国家地位财政部 我们三下专门下了个门 就是说明确收费的标准不能超过 实际培养费的20% 据了解为保障贫困学生上大学 国家在实行收费制的同时 已经建立高等院校困难生基础体系 从1994年中国高等院校 开始实行收费制试联以来 全国高校基本上没有学生 因经济困难而退学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记者从20号开幕的香港第七届教育 以及职业博览会上会 小平同志和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 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 就没有深圳 也没有深圳的今天 小平同志 深圳人民深切怀念您 这里是深圳迎宾馆的桂园 是小平同志八四年和九二年 两次视察深圳下榻的地方 园外的紫金花还像当年那样开放着 园里的四季柜还像往年飘着香 但这个愿望不能再实现了 老人家总是愿意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合影留念 在九二年 在这个平地上 张洪霞曾和邓爷爷 照了一张又一张 笑了一次又一次 他想再和邓爷爷照张相 但这个愿望也不能实现了 如今桂园还在 小平同志的英龙笑貌还在 他洒下的阳光还在 今天在 明天也会还在 接下来请看最新的天气预报 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 我相信我们能够一定能够 很好的来 按照我们党的文明方程和方向 创作更好的做法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转战南北 被中国革命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建立了不朽功勋 他逝世的消息传到 湖北 广西 河北 陕西等地的革命老区 当地干部群众和老红军老战士 大量的剧毒农药和毒耳 据捕猎者交代 他们通常以打鱼为掩护 在头天晚上将伴有剧毒农药的粮食 撒在岸边的摊涂地上 第二天早上便可以在水面或岸边 捡到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然后把他们卖给当地 专门从事野味经营的餐馆 没有卖出的则腌制成半成品出售 经过多次打击 仍然屡警不知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这个经济的驱使下 一二载子二三的 他们不断变换受罚 而且这个手段原来也残忍 从开始的丹鸽的斗链发展到大批的杀毒 哪种鸟吃上哪种鸟就死了 所以讲法对鸟是一种灭定之灾 据国外议员介绍 黄河流域在宁夏境内共有392公里 而不法分子洒落农药的地段就长达200公里 由于农药的残害期较长 很多鸟在吃了产有农药的粮食以后 往往是死在迁徙的途中 其中有很多是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海峡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北京市环保局的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到目前为止 北京市已经完成了 11万辆载用车的尾气治理改造任务 完成年度计划的70%以上 北京市对载用车的治理 目标不变 力度不减 北京市对载用车的治理 主要是对1995年以后领取牌照 到2002年还不能报废的 约5万辆电喷轿车和15万辆化油汽车进行改造 对1995年以前的轿车及其他车辆 将加强维护保养 增加检测次数 以确保车辆处于较低的排放状态 并鼓励旧车尽快更新报废 据介绍 北京市的机动车多年来 一直保持13%以上的增长速度 到1998年底达到137万辆 居全国之首 调查表明 北京市大气中74%的碳氢化合物 83%的一氧化碳和43%的碳氧化物 都来自机动车尾气的排放 北京市已经由燃煤污染型城市 发展到燃煤和机动车混合污染型城市 为了遏制大气中污染物持续增加的趋势 今年4月 北京市开始对新上牌照的轿车 执行严格的排放标准 新标准的排放要求 比原来的标准提高80% 而上海市政府近日做出决定 要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 投入1亿2000万元资金 用于城市污水管网的建设 以解决这个城市污水净化设施 开机不足的问题 据介绍 长期以来 城市规划过程中 先地上后地下的做法 造成上海市地下污水管网严重不足 从而造成了这起 哈尔滨市近年来 煤气泄漏最多 危险最大 设计范围最广的事故 哈尔滨市建委昨天做出处理 由自来水集团公司赔偿 煤气泄漏事故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 并对其处以罚款 自来水集团公司管道 大修工程处处长李文华 被确认为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建设部之前颁布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实行办法 将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这个实行办法规定 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管理 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经审查合格的企业 由资质审批部门 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未经资质评定的企业 不得从事物业管理业务 物业管理企业 划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 三个资质等级和临时资质 并实行动态管理 没单引物 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沈阳市的一个变电所 发生停电事故 大面积的结冰 随风摇摆 造成高压线短路 给沈阳市部分地区的供电 带来很大的影响 专家预计 这场降雪将持续到25号 气温还会继续下降 吉平台和辽宁台 接着报道 在雅典举行的世界 就话说 好敌真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广州 将一个高尔夫球 踢进对方的球门为得分 按得分多少确定胜负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机器人按程序设定 完全自主地进行比赛 G系第六届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 将于2001年在北京举行